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消灭和控制黄瓜虫Cucumber Beetles的好的方法 是我这几年在试用了各种方法之后实践得出的最有效的有机方法 接着大家就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看看这棵上面,好多好多的黄瓜虫啊 黄瓜虫如果不控制的话,它会把这些叶子都给咬坏 然后还会传染疾病 而且这种虫子繁殖的特别快 它会一批一批的出来,然后我们的小苗就都会被破坏掉了 越是小的蜘蛛,这个黄瓜虫的迫害力就越强 因为如果苗太小的话,被黄瓜虫咬掉顶部的几片叶子 可能这个黄瓜苗就死掉了 这些年种菜呢,我其实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杀灭黄瓜虫 因为我是纯有机的种植 所以我找的是纯有机的杀虫办法 一般在大棚里边我们会用黄色的贴纸 那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但是在户外用这个贴纸不太现实 因为风吹日晒雨淋,很快那个黄色贴纸就没有粘性了 然后我还试过其他的有机杀虫剂 基本效果都不太明显 直到后来我发现和试用了贵纸土 Deltamaceous earth 让我发现贵纸土的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非常明显 而且这是一种纯有机的杀虫方法 就是我现在拿的这种,我们打开看看 其实它是纯粉末状的 我是用这种撒粉末的盒子 上面有这种小眼儿 我一般把它稍微调的小一点,比如留一半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粉末撒在小苗上面有虫子的地方 然后还可以给它的根部也撒一些 其实这种贵纸土可以杀灭菜园里边绝大部分的昆虫 不光是这种黄瓜虫 像是日本甲壳虫呀 蚂蚁呀 跳骚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昆虫 它都能起到很好的杀灭效果 它其实是一种物理的机制来杀灭的这些昆虫 像硅糟土,它其实是非常细小的颗粒状的东西 如果在显微镜下看的话 它就像碎玻璃一样 所以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撒到昆虫的身上 或者我们撒到地上,然后昆虫从上面爬过去的话 这些东西就会附着在昆虫的身体上 然后因为这个硅糟土的特殊的形状 它们就会扎到昆虫的身体上 然后就会钻进去 这样的话会导致昆虫脱水 然后最后就会死掉 当然这些硅糟土也会伤害到蜜蜂或者昆虫 所以我们使用硅糟土最好的时间就是在清晨和傍晚 清晨早一些的时候蜜蜂还没出来工作 然后傍晚的时候蜜蜂已经休息了 我一般会选择在清晨使用 因为这种硅糟土如果被水打湿的话 它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的 因为这些硅糟土的成本其实是很低的 我们可以多用一些 虽然这种硅糟土除冲效果非常的好 而且它是纯有机的又比较廉价 但其实我们在店里边是很难直接买到的 一般我们可以选择在网上购买 或者是去一些店里边 比如说我这边我就可以在Soulson State买到 但是它们通常在店里出现 不会以煞虫剂的身份出现 它们都是给这些动物比如说牛马 来当饲料添加剂来用的 所以说为什么说这种硅糟土对我们菜园来说 是一种高效的有机的杀虫剂呢 因为其实我们买到的这种食品级的硅糟土 它是动物的饲料添加剂 是可以用来吃的 我们把这个叶子里边还有叶片上边 然后外加上这个苗的底部周围土里边 我们都给它撒上一些 这样尽可能的让它接触到这些黄瓜虫 然后也让这些硅糟土存在于黄瓜虫 休息躲藏的地方 另外我们撒这些硅糟土的时候 最好还是要戴上一下口罩 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戴一下眼罩 这样避免不小心把它吸进鼻子里边 因为这种粉末还是比较细小的 这个黄瓜虫还是相当的多的 看看刚才我一撒粉末 它们飞起来都撞到我身上了 看还是有一些黄瓜虫比较激紧 我一撒它就飞走了 有些可能已经撒到身上了 这样它们应该是慢慢会脱水 脱水死掉 但是有一些可能没撒到 它们就跑了 如果它们还会回来再爬到这个粉末上面的话 这个还是能起到作用的 如果我们能看见虫子的话 我们尽量把它撒在虫子的身上 这样的话能起到比较直接的效果 还是像刚才说的 因为硅枣土成本非常低 所以我们尽量多撒一些 让它覆盖叶片 还有植株的周围底部 这样能充分保护我们每一棵的小苗 我发现我们这两棵西瓜上面 也是有大量的黄瓜虫 然后我也给撒上硅枣土 杀一下这个虫子 然后保护一下西瓜的小苗 另外这个硅枣土 对蜗牛和鼻涕虫也是同样有效的 所以我们如果想保护小苗 免受鼻涕虫的伤害的话 也可以在它的根的周围 撒一些硅枣土 看看这个南瓜上面 黄瓜虫更多 我们撒一些 我们接着来处理一下香瓜苗 越是这种小苗 越是要加倍的保护 因为如果一旦被这些黄瓜虫 把几个叶片咬光 然后把它的顶部 雅点的地方咬坏的话 这颗香瓜苗可能就废掉了 好了弄完了 接下来是西瓜 这一桶已经用完了 我还有挺多的西瓜苗 所以我还要去再加一些 这就是我在网上买的那一大包硅枣土 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我们买这种硅枣土的时候 可以买一个特别大的包装的 这样能用很久 也比较划算 然后要认准上面的Diatomaceous earth 这个是硅枣土的意思 另外就是我们一定要认准food grade 就是食品级的硅枣土 像我这种其实是给牛马羊鸡狗做饲料添加剂用的 然后这里边还有OMRI有机认证的标志 我们看一下它就是这种细细的粉末 这种细的粉末看起来就跟面粉差不多 好了我们快速的往我这个桶里装填一些 好了就装这么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通常也会在这种墙角的地方 撒一些硅枣土 主要是用来杀蚂蚁用的 好了接着我们快速的把剩下的西瓜撒完 好了我基本上这一大早给我菜园里边所有的瓜类 都撒了一遍这个硅枣土 我撒了黄瓜 撒了南瓜 撒了香瓜 撒了西瓜 基本上这些瓜类就是黄瓜虫最喜欢的几类植物了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有机杀灭黄瓜虫的方法 第一点就是每天傍晚的时候出去巡视黄瓜 用手把黄瓜虫捏死 一般这个时候黄瓜虫会呆在叶子上 并且不是很活跃容易被逮到 如果种植了黄瓜不多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第二就是悬挂黄色沾虫纸 吸引并沾住黄瓜虫以及其他的害虫 这种方法在大棚内使用非常有效 在外面会受风吹日晒雨林的影响 效果大打折扣 第三点就是我们重点介绍的 使用食品级硅枣土 在晴天的早晨和傍晚 黄瓜虫出现的时候 撒在虫子身上 叶片上面和下面 根茎以及根部周围土壤上面 杀面和控制黄瓜虫 还能顺便杀蚂蚁和蜗牛鼻涕虫 需要注意的是 硅枣土一定要多用 覆盖整个植株和周围的土地 另外风吹雨林会使硅枣土 在几天后大量流失 所以我们几天后 如果还有新的黄瓜虫出现 我们还需要再次使用 硅枣土可以算得上是有机领域 除灭黄瓜虫的杀手级的方法了 大家也可以使用一下 试试它的威力和对小苗的保护作用 当然我们不能期望有机方法 能够像农药那样短期内灭绝害虫 我们只要能够有效地保护住小苗 让它顺利成长 最后开花结果收获 就算是成功了 如果你还有更好的方法 或者有什么疑问 请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共同进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